第一段上臺灣企業是歡迎說 他們在美國貪的錢就要先讓美國五十一%的稅 比南韓到二十企業關一聲 另外 還要先靠會回來的故事 有相當起碎的問題 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最近就提出臺灣作水協定法案 受限拜登政府跟我們臺灣簽作水協定 有機會來解決臺灣企業 講最老金的相當起碎的問題 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界很多聯邦參議院 採取政策提出法案 受限拜登政府跟臺灣簽作水協定 強化臺灣企業在美國投資的展望 參加提案的機關表示 中國運用國合手段組織臺灣參加國際經濟合作 親像這種 稅務協定的協議會讓美國跟臺灣起研 比方做到相當求稅也比方投資稅 出坦跟法府參加美國政府部主辦的導賞 後悔行政裔政府委員在進中 也要用美國政府部長來問多政策 美國政府法案補助對上扣代到 政府製造上以外相關散業 在這方面的回應 在這次相當求稅問題跟政府政府相關企業保障有鑑定 美國參議民主黨領袖蘇莫跟港東委員會領導臣 贏各位推出 中國競爭法案1.0 強化美國抵抗基岸戰和臺灣問題後面 對抗中國領略 我們必須繼續拒絕中國政府 從任何關係跟臺灣 習政策在每天都工作 去追蹤和超過美國 沒有理由我們兩者在在議院和議院 不可以一起 出貿提起這項立法協議會 暗訟會為美國關鍵技術領袖提供國客製導組 還希望華盛頓可以提供世界其他國家 如同北京所創造的一代一代 劇委以外替代方案 用來控制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 記者綜合報道